那个大家好啊 我相信这个画面大家都熟悉 这个就是咱们说呢 90年代呢 台湾最流行的一个电视剧之一了啊 由这个金超群先生主演的这个包听天 对吧 那今天为什么要说包听天呢 是这样子的啊 呃 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地方呢 很多人呢 如果你住在这个麦哈顿的唐人街 你是比较熟悉的啊 呃 这个地方呢 就在这儿啊 这就是麦哈顿的这个咱们叫的居邮中心 他在这个怀特街和沃克街之间啊 咱们说呢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非常值得看的一个浮雕景点啊 这个景点呢 咱们说呢 在这边我安全度推荐的虽然是二星 但是观赏度呢 是三星 那我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 你们想一想 啊 我们经常说这个包大人是坐在这个开封府的 那开封呢 就在我们中国 那你相信咱纽约也有开封府吗 好了 今天我就是带你们去看看 在纽约的开封府啊 开封府纽约分局的故事 好吧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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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咱们可以放远一点看 这样看得比较清楚啊 你看这个人的他的衣着打扮什么 还是符合当时那个时代的人的这种穿着打扮的 这个《徽兰记》呢 我小时候呢 看过这方面的这个小儿书 非常有意思的一出戏 咱们说这出戏呢 最早呢 是在这个原杂剧就有在元朝的时候 这是最早的记录了 所以说这个故事呢 后来呢 也被呢那些呢 从欧洲来到了就是元大都过生意的那些欧洲商人 把这个故事呢 由于他太有趣了 于是呢 也把他呢 带回到了这个 咱们说欧洲 并把他呢 加以演化 包括呢 这是一出咱们说呢 俄罗斯演的就是这个《徽兰记》 包括看中间使的这个小娃娃还颇有就是东方人的模样 所以说呢 作为智慧的就是说一个浓缩体包工 这是呢 欧洲人或者说西方人 对中国人的伟大智慧的一种营养和期待 所以呢 今天呢 把东方和西方的司法制度的司法文明 以及高度的执法者的超人智慧 用两个 一个是圣经上的人物 一个是真实历史上的人物来表现出来 这正是雕塑家所要表现的这个东西 当一个人犯了罪被穿进在一个居留中心的时候 执法者是要救助他 还是要继续的惩罚他 那么存在于法官的智慧以及公平的运用法理法则 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今天麦哈顿居留中心的这个路条上面 会有这个包工的这个浮雕像 这就是今天的故事 好 感谢收听我的节目啊 我非常感谢大家 如果您对我的节目感兴趣 就请您继续关注 订阅 转发我的频道 我是纽约市官方导游王尹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这期节目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